天氣愈熱,人愈躁,內戰衝突,犯罪憎 每次一有大型抗議,都可能會出現警民衝突的場面 不知道關不關香港愈來愈熱事呢? 有大學研究發現原來天氣愈熱,人就會愈暴躁 更加容易傷人 科學期刊在星期四刊登這項研究 研究員分析了60個有關歷代王國崩潰 近期戰爭和美國暴力犯罪率 還找了警察來做模擬實驗 發現如果房間愈熱愈乾燥 差人開槍的機會就會愈高 他們還列了公式 預測氣溫對人的心理影響 例如在非洲尺度的地方 每上升攝氏0.5度 發生暴力衝突的機會就會增加至少11% 例如在美國 氣溫會上升攝氏3度 發生暴力衝突的機會就會增加至少2% 有教授說 因為天氣滿熱 心跳率和其他心理反應都會受到刺激 人都會躁些 那就糟了 因為有研究說 北美地區和歐亞大陸 因為溫室效應 去到2065年 氣溫會升高3度 下半個世紀 全球可能會升兩度 到時非洲地區爆發衝突的機會都會增加 不過不用等到下半個世紀 有教授說 如果溫室效應繼續惡化下去 去到本世紀的中期 世界可能已經變得越來越暴力了 不過都有國際關係學者提醒 隨著科技、人類健康的進步 衝突次數維持下降 質疑研究的可信性